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我做的是炒年糕 因为这两天比较忙 所以到家的时间都很晚 只能够冰箱里有什么现成拿出来就配一配 我用的是冰冻的熟虾 人熟的毛豆 鲜香菇 有羊肉,有牛肉 我已经炒了一份了,不辣的 现在炒第二份辣的 我用的是香油,煸香,洋葱,蒜拌和姜片 把它炒熟以后 有香味了,再把香菇倒进去 我们家小朋友呢 不是太吃素菜 所以呢,我就尽量给他们各种菜都配在一起 如果我没有时间只能做一锅夫人的话 就是什么菜都放一点 香菇炒断生之后 然后我下了小的和虾仁和毛豆 虾仁是在Costco买的那种冰冻的整袋的熟的 还蛮方便的,很嫩 然后蔬菜,我冰箱里正好只有这些 就把它切小一点 把大白菜和芥菜吧 切的小断一点 我之前已经炒好了鸡蛋 另外放开的 背景比较吵杂 是我们Jacob在练琴 现在下的是肥牛和羊肉 因为肥牛不够了 因为肥牛不够了 所以我加了点羊肉 混在一起炒的 这都是火锅的牛肉和羊肉品 都不用解冻 冰箱里冰柜里直接拿出来炒 它切得很薄 一炒就熟 年糕啊煮面啊 都是很快就可以吃上的 年糕我用的是韩国超市的小年糕 它也是非常的容易熟 如果是用来煮汤的话 大火里面大概煮个一分半 就完全的熟了 草也是一样的 都蛮喜欢吃年糕的 还有一种韩国年糕 是像圆筒一样的 也很好吃 但是会要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可以做那种辣草年糕 这时候我开始加调料了 我用的是李锦记的老抽 香油和料酒 这一碗是刚刚炒好的鸡蛋 这已经用了一半 我一共两锅用了11个鸡蛋 放错了 应该释放料酒 我又加了点麻油 没关系 再加点料酒去腥 其实这个火锅的牛羊肉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腥味 然后加点老抽 上色 我还加了点白胡椒粉 也是用在去腥 然后会提香 这时候撒点盐 整个过程我都是用大火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吧 把它充分的拌匀 我再加一点芝麻 先放一点老干妈 这一锅是辣的 所以加一点老干妈 我们家就只有我女儿不吃辣 其他人都能吃辣 所以我做什么都会分两种辣的和不辣的 这次一共用了两袋的韩国年糕 撒一点芝麻 有白芝麻和黑芝麻 满下来了 这时候我就下鸡蛋了 鸡蛋是事先炒好的 炒得非常的嫩 几乎还看到蛋液在鸡蛋里面 我就捞出来了 它打碎拌匀就好了 如果有葱啊 有香菜啊 放一点会更好 可是我今天都没有 我是右手在炒 左手用手机拍 镜头看着会有点不舒服 这就是成品的样子了 还是蛮香的 而且里面也有不少的蔬菜 有肉 小朋友都蛮喜欢的 两大锅基本上都吃完了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您给我留言 你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也可以去我的新浪微博 给我留言 我的新浪微博是 清新Grace 清新是我的中文名字 Grace是我的英文名字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祝您全家喜乐 平安 明镜会很大 会儿减赏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